师傅 您好 您好 我刚刚你出来 我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谢谢 师傅 我想要问问一下我的 我是61年属牛的 61年是吧 我想问问我的身体状况 您有失眠 对 颈椎不好 哦 是的 腰不好 哦 是的 关节也不好 对的 对的 我在跪下来的时候 想的 还有 你有掉头发掉的蛮厉害 是的 是的 太对了 我每次洗头 都有好多头发 你要特别当心 你那 因为家族里边有人心脏不好 我心脏是不好 你的心脏不好 是的 师傅说的太对了 感恩师傅 师傅我太激动了 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就是想问问我的身体情况 然后我可以怎么样 就是念小房子啊 化解啊 还是 你要注意 你年轻的时候脾气很倔 对 倔得不得了 对对对 什么都要我说了算 不好意思啊 师傅我错了 我一定改 你要当心 你以后年纪大的时候 有一个耳朵啊 会听不大清楚的 明白吗 好的 特别当心 还有气量要大一点 对啊 而且我告诉你 你这辈子到人间来 你有欠一个孩子的 他是你的讨债鬼 是吗 你自己想一想 好的 明白了吗 其他的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想 我觉得你就是应该 自己的心要想得开一点 好的 第二呢 要注意营养 你别看你 我觉得你营养 缺少 维他命的低 还有E 因为我觉得你的血脉 循环系统非常不好 对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手一直发麻 对对对 说得太对了 好吗 好的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那我要连几张小房子呢 啊 我要连多少小房子 六十八张 哦 谢谢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还有啊 你现在的腰上 经常腰痛啊 对 我看到你爬着很多的螃蟹 我想你年轻的时候 吃很多螃蟹 是的 我在生小孩之间 还吃了螃蟹 每天吃一个 孩子生出来 横着过来了 嗯 师傅 我以前不懂 我愚痴啊 所以你一定要 念往生咒 好不好 好的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哦 师傅 感恩师傅 然后 我想问 一个王人 嗯 叫什么名字 铁卫猪 猪什么 天上一朵云的云 猪云 一个山旁边一个枝词的枝 那就是个分旗的旗 嗯 我帮他念了一些小房子 但是我还 姓什么 铁卫猪 啊 猪 云 云 旗 男的女的啊 男的 我父亲 男的是吧 是的 嗯 个子有大概 一米七五到七八左右 嗯 眉毛蛮浓的 嗯 头发往后梳的 嗯 是你的谁呀 是我的父亲 我帮他念了一些小房子 但是我还经常梦到他 他人挺好 他这个人啊 活着的时候 手很勤快 对呀 他是一个 做衣服的 裁缝 而且我告诉你一点 你就知道了 嗯 你这个父亲 活着的时候 怕老婆 听你妈妈的话 哈哈 听得懂吗 嗯 他现在已经在 阿修罗道了 是吗 我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 我一定好好念经 修心 修身 跟着师父 一梦经经学心灵法门 永不退转 好 好啦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 师父 我还有一项问题 我因为打胎打了好几个 我想问 你想看看走了没有 对对对 我念了 一些小房子 几几年属什么 你再讲一遍 六一年属牛 你眼睛都蛮好了 好啊 已经走掉了 没事 哦 感恩感恩 太感恩了 师父 您辛苦了 我再次感恩 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感恩 好 好 好